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处两取消订单 卖方仪器之下 将大豆倾倒进大海 史称LDQUO 大连港青的LDQUO事件 PickBagasus号在大连海外 等候卸货 互联网中国在美国加税之后的中午12時01分 向来自美国的货物 加征25%关税 被网民封为大豆军运载巴默敦美国 大豆 到辽宁大连的反装 货轮 峰值飞马号 受得全球网民关注 可惜这艘船不能赶急在限期前抵达 停在大连外海 有船买家因为要被加征关税 取消订单 卖方仪器之下 将大豆倾倒进大海 然而 外国传门追踪船货网站则表示 峰值飞马号 目前正在等候进入大连港卸货 但过去三星期港口延重几赛 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六一日 加油啊 大豆军 山顶北马号的航土 从昨晨起在TWITTER的微博 微信上广传 由于这艘船是中美加征关税 前最后一艘在越美国大豆到中国的船货 受到各界关注 特别是它能否赶在左五十二十零一分抵达大连切货 这艘船上的大豆估计价值1.5亿元人民币下头 约1.77亿港元 若果来不及靠岸 则会变成被加征关税的第一艘大豆船 将要支付超过四 零末元与四七二五墨港元 税款 将由中处两种公司获获主支付 网民不断观看船货追踪网站 看住这艘船已每小时夭次海里 相当于26公里横过黄海 以散转货船而言 这速度已是极速狂飙 不少网民 都暗暗为它打气 可是 以往您计算 已昨日船货于大连港的距离 即使有驻美国核动力航母 每小时三零海里的速度 也赶不及了 风飞马号最后在左五五十零七分 抵达大连港外海 今早它仍在原点徘徊 不少网民怀疑大豆军赶不及险期 已经放弃挣扎了 按照农产品出口原则 这批大豆无法退回美国 或主只能另寻买家 到进大海 或含泪酒水买单 追踪船货网站海上交通则指出 风直飞马号 目前是在外海抛锚 当后进入大连港 该网站指出 在过去三星期 大连港极度繁忙 网站统计 三庄货轮要靠岸卸货 平均是要等候六月一日 换言之 即是大豆军 真的赶得极高打大连 而是要等候卸货 穿上大豆南逃 被加征关税的命运 三座货轮要靠岸卸货轮要靠岸卸货轮要靠岸卸货 2日式国家 联岸卸货轮要靠岸卸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